从宏观经济谈到股票金融市场 欢迎大家来到话书的频道 大家好 昨天广发银行提前催债恒大事件 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今天我们尝试从恒大的角度看看这件事 这背后赎对赎错 我们无法细究 但这么一笔1.3亿元的贷款保全 却引发恒大系遭遇股债双杀 市值蒸发上千亿 进而引发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关注 相对于事件本身 恒大是否被别有用心的人自已做空 或许更值得深究 简单梳理了最近一个多月来的各种蛛丝马迹 确实存在不少疑点 1.司法裁定文书是在7月7日发出的 为何在整整9个交易日后 做空者才发现这条信息 并通过砸盘制造恐慌 这显然不符合常理 2.港交所外空数据显示 中国恒大为平仓外空数接近3亿股 空仓平均成本9.469港元 有超过28亿境外对冲基金在做空恒大 7月16日 受到特别分红利好刺激 中国恒大股价狂飙至最高10.22港元 意味着空头已经处于亏损状态 7月19日中国恒大做空比例狂飙至25.49% 股价放量大跌16% 7月20日 五盘股价再次大跌14% 空头获利丰厚 这恰恰印证了境外对冲基金 利用消息不对称 乐意做空股价获利 3.巧合的是 从5月底开始 网络出现大量唱空恒大的声音 尤其是某境外媒体多次发表 监管部门调查恒大关联交易等诸多不实报道 显然是为了配合做空机构造势 平心而论 以今天中国主流地产商动辄数百个项目公司的体量 发生点债权债务纠纷 工程纠纷等等 太正常了 如果连这么一宗上不了大台面的诉讼 都能被境外做空机构小题大做 进而引发上千亿的市值波动 金融市场稳定无从谈起 当然 打铁仍需自身业 恒大需要在降负债方面 拿出让市场信服的成绩单 目前来看进展不错 截至上半年 净负债率降至100%以下 实现一道红线转率 有息债务较去年高峰下降近3000亿 按照计划 恒大将在2022年末 实现三道红线转率 换而言之 恒大已经在大力推进降杠杆 软着陆不成问题 市场也应该要给恒大一点时间 另一方面 恒大成立25年来 北纪纳税超3000亿 慈善工艺捐款超185亿 每年解决就业380多万人 数据是冷冰冰的 但这么一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 你应得到社会的支持 任何一家财务健康的企业都经不起金融机构的挤兑 房地产需要去杠杆 但前提是不能产生系统性风险 谢谢大家观看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话说 我们下期再见